所以说在隋阳帝的身上 唐朝也汲取了足够多的教训 而在他的教训的基础上 唐朝也总结了自己很多的治国理念 那么唐朝汲取了哪些教训 又发展出哪些认识呢 一个爱惜民力 前面咱们说了 隋阳帝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的执行力 这也是他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 我们承认他有极强的战略眼光 有很多宏大的战略构想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毫不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 毫不计算成本 把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 放到一块去进行 这些战略举措你单独每样拿出来 都觉得很不错 很好 可是放到一块去进行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您不觉得隋朝跟秦朝很像吗 两个时代都没有经历过明显的衰退 都是在强盛的顶点突然之间就瓦解 都亡于农民大起义 原因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旧制度的破坏者 新制度的建立者 可是他们都没有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把很多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举措放到一块进行 直接导致了人民不堪重负 最后关逼民法 因此对于唐朝来说 这个教训很大 我们一定要汲取 唐太宗最后能够发出那句 谁可宰州亦可覆州 那不是偶然的 他就是整个过程的一个目击者 他是亲历者 他知道民心不可为 民力不可欺 所以唐朝的皇帝 无论是高祖也好 唐太宗也好 从建国之初就很注意与民修息 注意发展民生 保障民生 而且自己在私生活方面也比较的注意 您比如说要修建洛阳宫 结果一算钱不够 那就干脆不修 还有唐太宗后来身上有病 有病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 不能居住在迪瓦朝市的地方 而太极宫偏偏是一个迪瓦朝市的地方 所以有大臣建议 说不如在宫中修一座高阁 让皇帝来居住 结果唐太宗说 这个不能修 为什么呢 想当年汉文帝 有人劝他修露台 一算指几家中产之家家产之总格 由此就不修了 我也要学习汉文帝 就把这个计划就给搁支 所以说实话 这个说白了 这个真正在预算上能省多少钱 省不了多少钱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姿态 这是统治者向人民的一种承诺 一种义务 而唐朝在这方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再加上唐朝又不爱像隋朝那样搞花活 所以唐朝的国力发展属于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今天的吐鲁藩地区曾经有一个高昌国 高昌国的国王叫曲文泰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曾经在隋扬帝时期去过洛阳 见识过隋朝的繁华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结果到了唐太宗争冠时期 他又来到了内地 这次感官就不一样了 他最后回去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 说唐朝大大不如隋朝 差远了 他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呢 要说这个结论其实也不算全错 为什么呢 因为起码在整个争冠时期 唐朝的国力真的没有办法 和隋扬帝大业之初相比较 这点是要承认的 但是呢 在这个背后 唐太宗与民修西的那个用意 和唐朝啊 埋头苦干发展国力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曲文泰是没有看见的 他也意识不到这个意义究竟何在 所以这是他错误的根本原因